武器神龍是台灣新聞名海內外觀眾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佛中慶 我今天再度邀請到嘉義縣縣長翁張良縣長 謝謝 中慶大哥 所有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以及嘉義縣縣榮會總幹事 黃真玉總幹事歡迎 中慶哥還有所有的鄉親大家好 我要很驕傲的說 向海內外觀眾說 你看看台灣的政治人物 他們有地方的重要力量 這就是台灣民主的希望 我還是要再度引用 翁正良縣長的這個口號 我把它應用在我節目裡 變成大家非常耳熟人祥 感恩徒弟當然是台灣 謝謝農民 謝謝食物 心懷感恩這個正面能量 你心裡正面能量 我記得耶穌講一句話 他說從外面吃的都是乾淨的 但從裡面講出來的是不乾淨的 所以你看心懷 我覺得耶穌這句話講得非常有道理 你看乾淨食物你才敢吃 但是如果你心懷正念正向 正面能量你講的話就乾淨 這互相勉勵 這也是很多電台說 人們再請我去主持政論或做政治評論 我說我非常享受非常樂於做專業 這個農業節目的主持人 這是我一個很大的志業 我想張良縣長來自農業縣 也說農委會主委可以了解我的心態 他也是傑出的這個學運世代 剛好跟我差一個世代 這整整個一輪一個世代 所以你看這台灣的未來政壇的希望 未來你看從中央到地方 他們將是台灣的都是明日之星 我還是要談嘉義縣 我重新說過故事 高中課本說東北有三寶 人生貂皮烏拉草 那我們吃的人生是韓國生或美國生 貂皮也不知道 現在都不能穿貂皮烏拉草是什麼 我到現在也不知道 但是嘉義有三寶 他們叫黑金 黑金 這黑金不是黑到一種 黑金亮晶晶晶的 閃亮的 就是阿里山高山茶 阿里山咖啡 咖啡 八卦山咖啡 你要拚 上一回汪縣長忍笑兩聲 你要超過他們 還有黑木耳 我們素行縣長很驕傲的介紹 這個嘉義縣的三寶 其實這樣叫黑金的農產品 實際上有這個金字代表什麼 它的經濟價值高 那實際上農產品要種了以後 經濟價值高 也要看品項 那現在嘉義縣農產品裡面 價值最高的應該就是茶葉 但茶葉基本上因為它是高山茶 然後它我們中的海拔 在800公尺到1500公尺 所以這個地方 包括嘉義在北回歸線 還有整個氣候的變化 確實讓它的茶的品種特別的好 那比如說好了 同一個茶的品種 你把它種在1000公尺的高山 跟你給它種在200公尺 做出來的茶葉不一樣 所以高度 氣候 決定了這個東西的品質 那我們現在整個阿里山的茶葉裡面 除了我們知道的叫做半花酵茶 那大家知道實際上茶葉從工序的角度來看 完全沒有花酵叫做綠茶 完全發酵叫做所謂的紅茶 那我們的是半花酵茶 那半花酵茶裡面現在也有很多 我們的山區的在種 所謂的紅茶 包括做紅茶 所以我們的茶葉可以說是價值非常高 另外一個就是咖啡 咖啡實際上最近的比賽 20個獎項全國我們拿了14個 所以我們的咖啡 基本上同樣的也是高山咖啡 那最近我們的咖啡農 大概也針對一個品質很高叫藝劑 這樣的一個品種也開始在種 有種植藝劑開啟 那可以進進國際 那實際上我們咖啡現在面積越來越大 那現在大概才150公頃 那我們希望它更大一點有規模經濟 那像日本的那個咖啡的一些廠商 他們到阿里山來就非常喜歡我們的咖啡 但是就是說現在就差在經濟規模不夠大 我想如果說未來更大一點的話 預估如果150公頃要到多少才能夠 現在已經150公頃了 未來要多少才能夠 我想大概四五百公頃 它的規模經濟就會慢慢出來 兩到三倍 對 規模經濟慢慢會出來 那所以咖啡現在也是一個 所謂的高價值高產值的 這樣的一個行業 再來是黑木耳 黑木耳現在大家現在看到的是用喝的 不是說一般我們在炒檬來很猛烈 但顏料是一樣 顏料是一樣 但是我覺得就是早期 這個黑木耳在還沒有這種 所謂的這種加工品出現之前 以前山來的人 或是晚山苦的人 他們就是在烤黑木耳 加薑 加一些什麼中藥 自己烤自己在喝 本朋友喝 說對整個血壓對身體非常好 所以這個東西就是 原本它不是把它當作商品化 是鄭家人自己在乎 自己喝 自己喝 讓朋友喝 喝了大家覺得不錯 所以說 那是不是可以把這個東西 變成是一個 商品化 加工品化 所以大家現在看到 可以變成一個喝的黑木耳 所以我相信是 所以有三個東西 就是我們的茶葉 我們的咖啡 再加上我們的黑木耳 因為顏色都淒淨於黑色 所以我們叫做黑金產業 我們已經預約了 中埔鄉農會總幹事 會來介紹黑木耳 中埔鄉還有很多孤類 非常多 我們未來會規劃 我來請教非常年輕有為的 曾鈺總幹事 我上一次有說 他26歲就擔任大臨鎮長 那現在還是17歲 擔任現農會總幹事 17歲 心理人永遠保持朝夕17歲 因為蕃鹿鄉 我知道 我認識一個朋友 他是蕃鹿人 好 每次蕃鹿鄉農會出來 他就嚇死了 很驕傲說 我們蕃鹿鄉 那個氣是全世界最好吃的 來 我們利用這個機會 向大家行銷 蕃鹿鄉的試試好不好請 謝謝鍾信哥 剛剛有提到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 全台尤其是牛心市 有七成的產量 來自嘉義的蕃鹿鄉 那牛心市 但是我要來介紹他之前 我要先跟各位報告 很多人不知道 一個小嘗試 就是說蕃鹿慢熱 沒辦法水吃 因為蕃鹿有一個色 就是苦澀的味道 農民通常會用三種方式 去消除它的去色 包含淨鹽水 石灰水 還有一個就叫做真空 把它真空 最主要就是 這些手法都是要把那個氧氣 把它拿掉 因為我要跟各位報告 為什麼要特別講 這個小知識 現在我們嘉義 現了這個青龍 其實他們 剛剛那三種不同的手法 去色都會影響 像牛心市的口感 那我們現在青龍 就為了這個清脆度 它用這個真空的方式 來去色 它的原理主要是 當你把這個氧氣 把它吸起來之後 然後它就真空了 就缺乏氧氣 放在常溫大概30至35度 大概要放5天 這個氧氣就可以吃 為什麼我要說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煩惱 其實你來 不是只買到氧氣而已 我們就是讓這些小朋友們 知道怎麼去色 去色完它整包就拿回去 變成是它自己可以吃 但是它因為這個過程 它學習到之後 它會更懂得珍惜我們的農產品 所以大概現在我們的氧氣 尤其是牛心市 現在當時 因為當時 所以就像中信哥講的 但它詢問度非常的高 重點是 價格也很親民 就是說你準備一塊 麻麻的牛心市三人 真的五百塊有錢 所以送人又好看 又可以 它的存放時間可以比較久 你也不用擔心 怕水果的時候 運送過程 或者是擔心人家收到之後 馬上就要面臨這個 可能水果這個腐蝕的問題 所以現在煩惱的棋子 當時 我們的年產值一樣 都非常的高 產量這麼多 其實更是證明 我們的咖哩煩惱 非常適合種植我們的柿子 所以這個小嘗試 也跟各位觀眾分享 希望大家在吃柿子的時候 也可以知道它的珍貴 因為珍貴所以珍惜 這個大概是我們現在在推的 在剛才的空檔 我請教這個總幹事說 你怎麼跟 莫縣長兩個那麼有默契 他說 當縣長擔任嘉義縣社會局長的時候 他就是大臨政長 而且在嘉義縣所有的造勢大會 他們兩個就是共同主持人 原來是這樣 搭檔 你看就是共同主持人 好好不好 對不對 原來默契 因為我很少在說 跟來賓互動那麼順 原來他們早就 為了準備今天的錄影 已經準備了一輩子 這一輩子好長 只有17歲 好 下一個觀念 我要先請教 縣來請教總幹事就是 你們提出一個理念 非常好叫做 翻轉未來的道路 開通新鮮揚眼又可口的 事業線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 一個理念的事業線 這是一個概念 一種邱吉爾說 觀念的君主就是未來的君主 新鮮可口的事業線 是什麼呢 縣長 再請總幹事 來 曾經總幹事來講 因為講事業線 我覺得我來描述會生動一點 我在講事業線之前 我先提一下 剛剛我們有講到就是 其實嘉義縣有很多鄉鎮 其實都蠻特別 而且它的地名 是有一些歷史故事的 譬如說像民雄 我們叫做打貓 打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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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高雄 打狗 打狗 民雄叫打狗 很多人不知道 淵源是怎麼來的 傳說就是國姓爺 他載兩隻老虎來到台灣 很多人不要看過老虎是什麼 所以當他在嘉義 民雄 就當作是鳥 打給他 被誤以為是貓 結果被打死了 所以他叫做打貓 然後去高雄 另外一隻老虎 去到高雄 被當成狗 打死了 所以叫做打狗 所以你看其實 當我們在講這個地理古名的時候 我們在講這種故事 進而我們也在行銷一個在地的文化 我要回過來講就是 剛剛我們中興大哥提到 事業線 其實它又跟這個 原本的歷史文化不太一樣 是因為它的地理環境 我們剛剛提到 我們的環路鄉就是有棋子 它的棋子 大概就是 是進了一百到八百公尺的丘陵地 就是說你沿著這個台十八線 就是我們的阿里山公路 你如果開車的時候 你會先經過什麼 進去的這個環路鄉的前半段 那接下來你就會進階到 從我們八百公尺開始 你就會看到我們說的 黑金產業之一就是地 那前面是柿子 後面進到茶 你把它取諧音合在一起 就是什麼 事業線 這條路線 原來如此 所以我們現在鼓勵大家什麼 就是說 你開車 怕一座事業線 那你就可以登峰造極 這個大概現在 大家也會覺得 從這一個一樣諧音 去了解原來你們的農產是這個樣子 然後也可以進而 把這個旅遊跟觀光帶進來 那就是像嘉義 什麼極光 嘉義極光 是 真仙 嘉義優仙 都你最先 對 你很有創意 縣長很有創意 對 這些創意是 你在縣政府是腦力機 你自己在散步的時候想出來 我想 就突然間靈光一散就跑出來 這很有創意 這個 德國哲學家尼彩說 什麼叫散步 散步就是用腳的大拇指在思考 我看你常常散步的時候 用腳的大拇指思考 剛剛真理在講的 實際上事業線 也代表嘉義的地理環境 實際上變化很大 從潛山 秋陵到高山 所以潛山有潛山的東西 秋陵有秋陵的東西 高山有高山的產品 所以因為你的地形的變化那麼大 再加上北圍歸線 所以我們就有好多的產品 就是非常好 我想這個大概是地形地貌 就決定了很多東西 我講一個故事 就是有一次好幾年前 七八年前 有一次我在政論節目說 我到美國曾經留學 然後工作十幾年再回台灣 我說只有兩個地方 我感覺沒有變 一個是基隆跟嘉義 就有一天 那時候現場張花官現場 突然打電話給我說 周英雄 我請你來 週末來三天兩夜的嘉義線 我給你導覽 我完全改變觀念 那是七八年前的事 當然現在這個 又不一樣 林又昌 又不一樣 因為又接班 當然現在基隆經過林又昌市 改變 真的基隆跟嘉義線改變 其實我那時候也沒講 嘉義市嘉義線 導致嘉義市要加油 嘉義市要加油 好 花費 嘉義也是花費 大縣 我稍微補充一下 原來這個打貓 是來自荷蘭的記載 有一個原住民的社 叫做打貓社 叫做 打貓社 打貓 打貓 打狗 日語變成高雄 這是一個典故 來 我們就請教花費 因為我們這邊有展示 都非常漂亮的花費 有蝴蝶藍 文心藍 國藍 陽極梗 跟各種香水百合等 這也是嘉義線的驕傲不是嗎 來 現場 好 實際上嘉義線的花的產業 非常的蓬勃 尤其像黃正麗總幹事 他們的家鄉大陵 大概是文心藍 大概過去像很多的外國總統 到台灣來 像阿扁那個時候 那個國家的總統 就是安排到嘉義去看文心藍 可見文心藍在整個嘉義的產業 是非常的大 當然還有我們的香水百合 這個百合花實際上 對我來講都特別親切 因為我們那時候 年輕的時候搞野百合運動 實際上我這一次也送了 五千朵百合花 給所有的防疫的醫護人員 這個在我們的阿里山的達邦 他們有專門在種 所謂的高山的百合 實際上是非常的漂亮 花的產業實際上 造的產值也非常的大 而且嘉義的花的產業 不只是國內市場 主要還是國外市場 所以你看我們像大陵 他們那個蘭花產業 做了成功的人 他的小孩子是不住台灣的 是住美國 那他們把 我懂 要行銷 不是 他們到美國去 然後把台灣的花 養到一定的階段以後 就到美國去 然後就美國開店面 然後做整個 所謂的美國市場 對 後天吹花 對 後天吹花 那這一次新冠肺炎 他們傷害非常大 因為美國 哪有 花基本上 不是一個必要的消費品 美國我知道都封城了 對 所以整個 整個這樣的話變成 原本他們想說 母親節 他們可以大賣 到最後也沒賣了 所以花的產業損失非常嚴重 然後最近我碰到 我們那個種花的董事長 我每次碰到 我都問他說 最近怎麼樣 好嗎 他說慢慢好了 慢慢好了 慢慢好了 所以花的部分 實際上可能 真理會比我更熟 因為他在大林 那他是可以補充一下 好 我們請這個總幹事 來介紹大林的文新蘭 以及我們桌面上 這些農產品堂 一起介紹來請 因為其實剛剛縣長 講得也滿清楚 就是有關於這個大林文新蘭 其實之前都是外銷 日本為最大中 但是當時我們就在福島農民 因為我們擔心就是 你都只外銷一個國家 你的風險性太高 所以其實現在我們台灣的文新蘭 很特別 我們是可以外銷美國的 對 這也是一個突破的一個成績 剛剛講到的蝴蝶籃 因為蝴蝶籃跟文新蘭 非常大的不一樣 就是文新蘭是叫切花 就是說日本他們很重視這個花藝 所以他大量進口我們的文新蘭 去做這個茶藝跟花藝的一個藝術 那蝴蝶籃剛剛縣長特別提到 其實美國人我們去他的超市看 他們其實架上都很習慣 有這個單株的蝴蝶籃 讓你提了就可以走 那現在這個消費習慣改變了 那蘭花比較特別是 他不是今天營明材就營 你必須要有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你要有材養成然後到幾公分 最後到你的這個外銷市場上面 在經過這個催花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長的養成期 那所以其實嘉義縣現在 在整個不管是阿里山的這個百合 或者是我們的文新蘭 或者是我們的蝴蝶籃 大概縣政府都很用心的 在跟我們的農民合作怎麼樣 也創造內銷的一個市場 包含你怎麼讓人覺得 送花不一定要節日送 你怎麼讓它是可以變成 讓家裡人和樂是展現浪漫 不一定愛上玫瑰花 你蘭花可以放比較久長 怎麼展現這些 大概都有配合節慶在做 那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賞心悅目的花 當然也要吃好的農產品 讓自己身心靈很健康又很開心 所以剛剛中信大哥提到的 還有我們縣長 其實大家最關注 就是現在非常缺貨的我們的極光 其實目前極光 大概第二波採收是在11月中 經過縣政府的大力推廣 我們很多青龍現在 大概都有在種植極光 品質都非常好 切為什麼Y字形像鍋牛角一樣 特別剪的這個梯形 剛剛縣長特別說 連架都是有一個枝架的 為什麼 這就是專業了 為什麼 我跟他知道他加梯字 這剪梯字的話表示 它整個 因為它這個一方面 是它果形比較漂亮 這樣比較漂亮 這方面它上面 它那個梯字的部分可以貼它的標籤 去認證 因為它是屬於比較高級的水果 所以它必須要有一些認證 所以我那天去那個果園 那個青龍就教我說 這顆這樣到底會加一顆 加一顆 我告訴你 這顆粿子上面 旁邊有一個葉子 這個葉子要是旁邊 開始慢慢枯萎了 表示這個果子是好的 所以粿子也有基礎 因為粿子它一直在成長 所以有可能你如果 你如果挑到好的時機去把它剪了 會影響它的風味 所以我認證的事情都有學問的 都有學問 還有前面的小番茄 我想小番茄 大概大家都對加一個小番茄很清楚 我們的聖女玉女番茄 其實都銷售得非常 現在大部分也都是青龍 在種植做大中 一個溫室的一個栽培 然後剛剛提到的這個牛心市 大概現在回到市 剛才我們說到的這個咖啡 還有包含我們的黑木耳 今天因為場地的關係 不然其實我們黑木耳 很適合做一個 生鮮的一個烹飪的部分 但是因為它的加工品 也很受歡迎 很多老人家喜歡 喝一杯黑木耳飲 不太甜 還養生健康 對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組合 感謝縣長跟總幹事 也祝你們真是嘉義之光 謝謝 謝謝總大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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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